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历史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将带您深入探讨三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挑战您对历史的认知与想象 首先我们来看看一位四岁小男孩在以色列海法的博物馆里 意外打碎了一件三千五百年历史的青铜时代罐子 这个小小的意外不仅让他面临博物馆的终身进入 却在一周后重返博物馆并以陶土花瓶作为赎罪礼物 获得了博物馆的热情接待 这段故事不仅温暖人心 还揭示了博物馆对教育与历史探索的重视 接着我们将转向威尔士的一座废弃庄园 这对夫妇在修复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两个雕刻的木制天使 这些雕塑的背后藏着多少历史与神秘 他们的发现不仅让人惊喜 还引发了对庄园过去的深刻反思 最后我们将带您前往泽西动物园 参观一场年度野生动物摄影师比赛的精彩作品展览 这些动物摄影作品不仅让我们惊叹于自然的壮力 还唤起了我们对环境保护的责任感 每一个故事都充满了挑战与启发 让我们一起深入了解这些独特的历史片段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四岁男孩打破青铜时代罐子后重返博物馆 在以色列北部那哈里亚 四岁男孩阿里尔·盖勒在赫赫特博物馆里 不小心将一个3500年历史的青铜时代罐子摔成了碎片 当时他的母亲安娜只是转身一瞬 便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巨大的砰砰声 回头一看罕见的古代罐子已经碎裂 阿里尔惊恐地站在旁边 这个青铜时代的罐子 在赫赫特博物馆展出已有35年之久 是当时唯一一个完整保存下来的同类容器 可能曾用来盛装葡萄酒或油 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200年 至公元前1500年之间 令人意外的是 一周后这个家庭再次来到博物馆 阿里尔还亲手制作了一个陶土花瓶送给博物馆 博物馆员工和策展人都宽容地接待了他们 阿里尔的父亲亚历克斯说 阿里尔是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 特别好奇心重 当他听到那天的巨响时 第一个念头竟然是 希望那不是我的孩子 安娜回忆到 他感到非常尴尬 并试图安抚 因为打碎罐子 而惊慌失措的儿子 阿里尔告诉他 他只是想看看罐子里面有什么 赫赫特博物馆的馆长 因巴尔·李夫林表示 这个罐子是许多展品之一 这些展品都是开放展示的 这是博物馆让游客无需玻璃屏障 探索历史的愿景的一部分 他希望利用这次修复 作为一个教育机会 并确保盖勒一家 能够感受到再次回来的欢迎 那天博物馆里有很多孩子 亚历克斯说 当他得知是他的儿子造成了损坏时 他完全震惊了 亚历克斯走到保安那里 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 希望那只是个模型 而不是一件真正的文物 这位父亲甚至提出要赔偿损失 但博物馆回应说 这件文物是有保险的 并且在查看了摄像头后 确认这不是故意破坏 他们邀请这家人回来 进行一次补偿性的参观 专家们正在使用3D技术 和高解析度视频来修复这个罐子 最早下周就能重新展出 夫妇翻修庄园 发现无价天使雕像 在威尔士丹比郡鲁新附近 一对夫妇安德鲁和路易莎 哥弗雷在监督一座价值 1100万英镑的废弃庄园修复过程中 发现了两个雕刻的木制天使 这对夫妇非常希望知道 这座庄园的修复 是哥弗雷夫妇更大计划的一部分 他们计划在这片26英亩的土地上 建造一个度假和休闲公园 路易莎说 我们相信这些天使 是1826年元件的一部分 第二代巴格特勋爵威廉请建筑师 约翰·巴克勒设计这个地方 他希望他非常宏伟 这些雕刻似乎有自己的守护天使 这两个天使 曾经从这座空置了30年的庄园中被盗 但后来被警方找回并归还 然而 将这些天使 恢复到普尔公园的原位 将是一项昂贵的工作 安德鲁估计 完全修复普尔公园 将花费超过1100万英镑 他说 为了让我们能够翻新这座大厦 我们将翻新公园的其他区域 安德鲁正在计划 在庄园周围建造 大约60个小屋和树屋 并利用他们产生的收入 来修复主楼 如果一切顺利 预计普尔公园 可以在五年内完成 并对外出租 这座庄园 曾经是附近鲁新城堡的路源 据说这座房子在16世纪建立 并在1826至1829年间 由第二代巴格特 勋爵威廉 按照约翰 巴克勒的设计重建 当地建筑师本杰明 古墨也参与了设计 巴格特家族 住在斯塔福德郡的布利斯菲尔德大厅 并将普尔公园 租给一系列租户 最后一次 作为住宅使用的是 唐叶公司泰特和莱尔的总裁 鄂内斯特 泰特爵士 在1930年代末 这座庄园被买下来 用作与丹比北威尔市医院 相关的医疗设施 它在1980年代末 不再属于国民保健服务 NHS 在被出售后 这座庄园一直空置 直到去年 被哥弗雷夫妇买下 泽西动物园 举办世界顶级野生动物摄影展 泽西的野生动物爱好者们有福了 他们被邀请参观 去年自然历史博物馆举办的 年度野生动物摄影师比赛 中的一些惊艳自然摄影作品 这些摄影作品 展示了世界上一些 最非凡物种的生活片段 让人们得以一窥 这些动物的奇妙世界 泽西动物园的杜雷尔探索中心 将在周六和周日 举行这场摄影展 开放时间为10点至17点 BST 对于动物园会员来说 参观是免费的 而非会员 则需支付正常的动物园门票费用 这次展览 不仅仅是一场视觉盛宴 更是一个教育和启发的机会 每一张照片背后 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 无论是捕捉到猎豹 在草原上奔跑的瞬间 还是北极熊在冰原上漫步的画面 都让人感受到 大自然的壮丽与脆弱 例如 有一张照片 展示了一只小红狐 在雪地里玩耍的场景 这张照片 不仅捕捉到了动物的可爱瞬间 还让人们意识到 气候变化 对这些动物栖息地的影响 另一张照片 则拍摄了一群火烈鸟 在夕阳下飞翔的壮观景象 这不仅是视觉上的享受 更是对自然和谐之美的赞颂 泽西动物园 一直以来致力于保护 和研究野生动物 这次展览 也是他们教育公众 提高环保意识的一部分 动物园的工作人员表示 希望通过这些摄影作品 能够激发更多人 关注和保护野生动物 及其栖息地 这次展览 绝对不容错过 如果你是野生动物摄影的爱好者 或者只是想要度过一个 充满自然美景的周末 赶快计划你的行程 来泽西动物园 感受这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吧 更多信息 请关注BBCJersey的X 前身位Twitter和Facebook页面 如果你有任何故事点字 请发送至 channel.islandsatbbc.co.uk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首先我要说 这个四岁小男孩 打破青铜时代罐子的故事 真的让人感动 这件事让我们看到人性的一面 小孩子的纯真与博物馆的包容 这是多么美好的画面啊 哈哈哈哈 楚天书 你可真是一个浪漫主义者 可别忘了 那罐子可是有三千五百年历史的珍贵文物 你知道吗 如果每个小孩都这么好奇 我们的博物馆早就变成碎片收集站了 琪琪啊 你这话说的有点过了 博物馆的存在就是为了教育和启发人们的好奇心 这次事件正好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来讨论如何更好的保护文物 同时也让小孩子们学到尊重历史的重要性 哈哈 楚天书 你真是一只乐观的小鸟啊 博物馆是教育的没错 但这种实地教育的代价也未免太高了吧 不如让孩子们在学校里学学怎么用VR技术参观博物馆 这样既安全又环保 还不会打碎东西 琪琪 虽然你说的有道理 但是你有没有听过亲手触碰历史这句话 触摸真实的文物能激发孩子们对历史和考古的兴趣 比起在屏幕前点点点可要有趣得多了 而且博物馆也因为这次事件进行了修复技术的展示 这不也是一种教育吗 唉 楚天书 你这么说倒是有点道理 不过你还记得特洛伊木马的故事吗 过度的好奇心可是会引发灾难的 要是每次都这么宽容 哪天说不定博物馆里的东西都会变成考古学家的拼图游戏了 小孩子的好奇心没错 但也要有适当的限制啊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6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